9月6日,香港艺人李彩化亮相上海国金IFC声场出席某品牌活动 此前,一份网友列举的一次V字脸整容女星的榜单热传 李彩化也不幸中招 有记者问及此事,李彩化在现场发誓自己从未有整容过 李彩化在激动至于更拿之前参加新跳水利方所必签的合同条款内容 例证自己是天然美女 因为怕跳下来的时候就全部都散掉了 对啊,所以真的很危险 因为我那个时候跳水的时候 整个大腿啊,背啊,全都是瘀青的嘛,跳到 所以我真的觉得他们写出这个条件,这个要求是真的是对的 对啊,所以就是可以证明我是天然的